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方方 在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呢 武汉有个著名作家,方方,女性 那么,她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她的所见所闻吧 写了一系列的日记,叫方方日记 记录了武汉在封城期间,在这个防疫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然,这个里头呢,她记录的比较客观 有官府的正确领导 同时,她也描写了民间的疾苦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百姓所遭受的一切 实际她的描写也很浮浅 江泰公呢,也就大概的把她那个日记浏览了一下 实际她写的那些东西呢 跟在网上传的那些东西啊 差距是很大的 她只不过是接触了那些事情的皮毛 真正的那些惨剧 或者那些真相 她在这个日记里头并没有表现出来 那么有关这个日记呢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去搜方方日记 直接一搜就有 你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实际我觉得方方已经讲得非常的中性化了 她并没有刻意去贬低这个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政府 她还没有刻意的这个意思 点到为止而已 那么后面就有人开始炮轰方方 对方方发了一系列的这个诋毁的文章 这里面最出名的呢 就是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个 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 那么这个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信你看完以后 首先你有两个感觉 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信不会是一个小孩子写出来的 但如果没有这种文革的这种打砸抢思维 对不对 这种信小孩子是写不出来的 这是咱们的一个证解吧 江泰公分析事情内说 一般来一个证解 再来一个脑洞 那么如果我们再开个脑洞 如果这个信真是一个高中生写出来的 那证明现在的高中生太可怕了 他们已经具有了文革的思维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就是文革还没有像那个时候 像六七年六六年那种拉开大幕 正式拉开大幕 他们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思维 那你说这个社会再发展是多么的可怕 所以呢 在我的心里 我宁愿说 这是一个年级偏大的网络喷死 中共的权辱写的一篇文章来抨击方方 我还真是不希望 这是一个真实的高中生写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证明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彻底的完蛋 这里头呢 我可以列举几个东西 让大家去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一个高中生 他一口一个阿姨 貌似天真 实则阴险狡诈 极尽谩骂之事 比如说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西方国家受性未改 您是生在亲中国 长在红旗下 然后年轻人不懂事 您六十五岁了 怎么也与众不同呢 还就是暗讽说 父母天天对我好 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还对父母说三道四 埋怨这不好那不好 真是禽兽不如啊 对不对 那么这种话 文革式的语言 这么小的孩子 没有人专门去教他 他怎么会写出来呢 对不对 另外他这里头 讲了几个东西 让人也是 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 很可怕 他在引用这些句子的时候 他今天会这样说 语文老师说 我们政治老师讲 母亲告诉我 百度上怎么讲 对不对 证明他的这些知识来源 这个根子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 顺着江泰公的这个思路去想 是不是这样的 假如说这篇文章 是这个高中生写的 那么他从老师的课堂上 他从他的父母那里 他从互联网上 得到的知识 就是这种文革式的思维 对一个很理性的作家 进行这样的人身攻击 来扭曲这个事实 咋说呢 真是颠倒黑板 就是那一套 就是文革式的那一套 那你说中国这个社会 可怕不可怕 当然了 方方敢写这个日记 敢发出去 那么方方也不是一般的人 他作为一个 应该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吧 或者什么 我想他也不是 孤独的在战斗 他也可能跟任志强这样的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可能也是代表了一方势力 所以他敢敢这样写 他也能这样去发出去 敢这样写的人很多 我相信好多人 在这个武汉封城期间 写了自己的很多东西 但是他不敢发 或者是没有途径发 但是方方人家是 有途径去发出去 而且面对现在这样的子责 方方也写文章去反驳这个东西 他在他反驳这个文章里头 最后他还着重去讲了 极左就是中国 祸国殃民式的存在 改革开放如果毁在了 这些人的手里 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 来吧 是把你们所有的招数都拿出来 把你们背后的大牌都喊出来 看看我怕不怕你们 就方方讲了这样一个话 那么他这个话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时候 陈秋实说那个 我连死都不怕 我还怕你共产党吗 是不是也有那个相同的意味 那么你想想 方方他可不是陈秋实啊 他65岁了 比张大公还大好多的 那么他是有阅历的人 他也是有背景的人 他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能讲出这样的话 那么你自己去想 中国现在的政坛是什么样子 所以现在好多人呢 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也许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很危险的关头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现在可能也许就是几个派系 在这激烈的角度 在这激烈的缠头 对不对 那么以我们圣上为代表的 他就是想要回到那个 毛氏的社会主义时代 要来一个文革的2.0 社会主义的2.0 他的理想就是像老毛一样 实现社会主义 然后再进入这个共产主义 我觉得他的历史知识 可能就是停留在那个层面 共产主义是天堂 社会主义是桥梁 估计他的不忘初心的这种理解 就在这个程度上 怎么去实现 他就认为是一大二共 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那么我们再往后观察吧 这个疫情按照中共的说法 现在等于说大进已经过去了 我也希望他大进已经过去了 但是面对的现实是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全世界的经济也在衰退 那么随着抗风险力强 那么大家在很快就能看到 这个没有啥隐蔽的 像这些富裕的国家 都是在给百姓发钱 那么我们中共呢 还在号召百姓捐款共度时间 那么你这样去看吧 就是同样遭灾了 那肯定是有钱的人 比没钱的人 日子要好过嘛 如果在经济在崩盘的前提下 那么中国的这些矛盾 会集中的显现出来 我希望不破不立吧 就是在这种矛盾激烈的冲突中 出现一个具有 这种民主思想的一个派系 来掌握了中国这个发展 这是江泰公的一厢情愿 那么按照中国人这种韧性啊 你只要有一个空间 他们就会发出极大的力量 你就比方说 这个邓小平当年提的这个改革开放 他就是给中国人给了一个有限的空间 你看看 这几十年下来 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假如说中国是一套完备的制度 那么你想想他又会是什么力量 那么大家从这个武汉疫情开始以来 大家都看到了 从这个陈秋实 方斌 李泽华 然后任志强 还有那个毛左 孔庆东 还有现在咱们的方方 对不对 这些人士都敢公开站出来 反对中共 反对中共目前的做法 那么你想想 中国的这种政治斗争 是不是到那个白热华 现在没有看清楚的 就是那些吃瓜群众 甚至我觉得他连吃瓜都算不上 他可能就是那个韭菜 就是那种奴隶 甚至还有人嘲笑 西方国家给百姓发钱 我觉得这个太好玩了 这就是中国人那个最略根的东西 恨人有笑人无嘛 人家国家给他发钱 他酸溜溜的说 发钱不好 反而会把国家弄垮的 那你有没有钱吗 他谁给你发钱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真是现在很多这个国人的这个智商 真是让人堪忧 那么你拿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来说 对不对 这一个疫情下来 物价都涨到那么贵了 你这几个月都没有打工了 你口袋空空了 我现在一下给你发了五千块钱 难道说是我害你吗 对不对 那你自己凭良心说 你现在口袋只剩五块钱了 我给了你五千块钱 那你说是好事情 还是坏事情 如果你连这都分不清 那你就是咱们农村人说的那个 你已经分不清那个饭香把臭了 就是分不清饭是香的 屎是臭的 那咱们也没有啥说的 好吧 这期节目张太公就说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